畜暑在中国24节气中是入秋的第二个节气 今年的畜暑始于8月22日,终于9月7日 此时太阳到达黄金150度 这时夏季火热已经到头了,暑气就要散了 而畜暑的气候特点是白天炎热,晚上偏凉 昼夜温差加大,俗话说春午秋冬 衣服不要加太多,季午,但也不能过凉 畜暑是自然界由阳转阴的交替时期 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书屑趋向收敛 人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换 此时需调节起居作息,适当增加睡眠 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秋乏 台湾中医师彭温雅表示 进入处暑,白天虽然还是很热 但晚上已渐渐有了凉意 一不注意就可能感冒 因此,保暖、睡子午觉是此时养生的两大重点 补元气的觉讲究时辰 子是子时,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午是午时,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分别是自然界中阴气阳气最重的时候 为了避免体内气血阴阳失调 必须好好休息 彭温雅说 如果能在晚上11时前上床睡觉 这时,经络走到胆经 不但能消除疲劳 同时加速肝脏解毒 中午11时到下午1时 则正好是走得心经 稍稍闭眼休息10分钟到半小时 有助气血平衡 但可别睡太久 以免影响晚上睡眠 晚上10点、9点、8点睡觉都不算早 但最晚不要超过晚上11点 如果书念不完 工作做不完 累了就先去睡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 睡好睡满 再起来用功 比撑着熬到天亮 又再睡到中午更理想 中国人养生 讲究顺应天时 同时还要配合生活环境 和个人体制 来做好畜属养生 今年的情况更有所不同 因为多了中共病毒 威胁着人类 稍一不慎 补身便补疫 加强了病毒的毒性 更危害健康 所以自我调节很重要 感谢您的观看 并且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